门诺医院创院75周年 在华林市浩克文化会馆举办了 时空旅行古董计算机收藏展 展出了门诺会医疗财团法人 副董事长林乔丽的典藏计算机 不仅是记录了过去200年以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也留下了工程机械之美 让更多的民众看见了机械计算机的巧思与设计 共同见证时代的眼镜 门诺会医疗财团法人副董事长林乔丽表示 2008年偶然一次芬兰出差 他回到饭店途中看到一间古董店里头 摆设一个没有看过的机器 他经过一整夜的思考 隔天他就立刻回去买了这台加法器 更开启了他古董计算机的收藏 出国的时候常常看到有这些很奇怪的机器 那这些奇怪的机器 我开始以为是打字机 你们看就有些很多像打字机 可是问题是 它没有ABC的字母 所以一开始我很好奇说 这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结果一看说 原来在我们有电子计算机之前 已经有了西方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计算器 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所有人在讲说 什么AI啊什么 其实那些都是算力的表现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手上刚好拿这一支 这支是一支八寸破炮的计算器 那八寸破炮的计算器说 我们知道在打仗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如果敌人在一千码外 对不对 那你不是要想办法 炮的角度要调到对 火药要放多少 对不对 我当兵的时候收过炮讯 没有这一支尺 后来我收藏的时候 收藏到这支尺说 哇我以前在那边 要计算出角度什么那些的时候 至少都要搞个三分钟 五分钟才能弄出来 可是呢 在这支尺看到以后 十秒钟内 我有办法发射一门炮 所以大家一想 你就知道在打仗的时候 如果大家武器是一样 可是你算得比较慢 不就惨了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收藏的 林乔丽表示 古董计算机令人着迷之处 不仅是记录过去两百年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也留下工程机械之美 你们可以看 里面非常复杂的机械结构 那这么复杂的机械结构 让我看到说 原来西方的科学 他们花在这个数学 发展这种算力的事情 花了多少精神 你看那里面的齿轮 连感 各式各样的结构 我是想要展现给人家 看说 人家为了做计算这件事 花了多少精神在这个上面 可是这个我们在台湾 几乎都看不到这种机器 这样子 那这目的就是说 到今天我们终于明白 你看我们政府在讲 大家都在讲什么AI 可是事实上其实是 从那台加法机开始 一直发展发展发展 到后来变computer 你们知道computer的真正的英文翻译是什么 还是计算机 16年来林巧莉累计收藏160多件的古董计算机 有些古老复杂 有些则是具有特殊的教育优图 这次时空旅行 古董计算机收藏展 展出它包括了NASA太空轨道计算机 百年机械动力加法器 直转轴换算器 齿轮式加减法器 螺旋桶计算池等30多件古董 现场还有解说牌 以及影音介绍 展期只有到10月底 欢迎青年学子把握机会 前往参观欣赏 这里会幻视报道